除了李文中财务部以外 我们其他人都没看过 民众党查账 结案记者会 柯文哲金氏宇就连环报 谈言木可跟靖总 根本就是同一组人 但一谈到金流 他一问三不知 所以那个一千如从靖总到木可 就我现在问过来 除了李文中 没有其他人知道 不知道之数一用再用 可是根据靖州刊报道 陈述检调掌握 柯文哲与木可公司负责人 李文珍LINE对话记录 柯文哲曾问 某知名媒体大汉的 一百万元处理进度 以及某知名食品厂负责人 五十万元 有无转到党内智库 新故乡的账户 还有其中哪一些 从木可公司支出 又有哪一些 从选举剩余款支出 更表示这些 我在找你讨论等相关言论 显示木可金流 主席本人应该一手掌握 十月就成立了木可公司 那十月十九 十月十八号 金华园区就拿到了使用执照 那十一月一号 柯文哲的神秘账户里面 就出现了审刑金 一五零零 这一切不是都是超巧合的吗 前教追查白银 政治现金假装破口 发现约1.1的 个人补助款当中 有约七千三百万 流入柯文哲个人账户 一路查也查到 柯家相关金流 疑似有七百万元收支不符 且陈佩奇在特定时间 多次将现金存到 自己和儿女的名下 陈佩奇曾说部分是父亲首尾贤 还有柯文哲的演讲稿费 说法多变 让检联要继续追 柯文哲个人的竞选补助款 是不是佩奇医师在负责 我觉得这是难免的 因为这个是佩奇医师 经常性的说到 柯文哲是从来没看过 他的账本的 高原庚才才定书曾点名 柯文哲自己掌握相关账户 彼此间的金流 用一句金鸣干练KO 柯文哲智商 157的认奔战略 今集我们 欢迎陈湘伟 蔡安静 蔡芳播剧